好,那雖然我們已經有跟大家講這件事情非常非常困難 但如果你真的真的真的 很想要挑戰 就是一定要交到日本 沒有,還要是新U 那好,我們可以提供你一些建議 首先呢,就是 まず雜誌單から 要會尬聊 對 但是尬聊不能夠像台灣的我們 就是這... 不行,你要一直聊天氣喔 你要一直聊天氣 聊天氣啊 天氣聊一個小時 對 沒有,他也說不能夠聊太久 可以先聊一些無關緊要的東西 然後讓人家卸下心房 覺得這個人還蠻好相處的嘛 對,好像蠻好聊 那些要睡咧 對,差不多這樣就好了 不要聊太多 你聊太久他會覺得 蛤,怎麼還可以斷 這個那是什麼時候要斷 為什麼不趕快說 因為他可能有些時候不敢自己切 對 但是他其實就是有一些小撇破 我覺得跟我們之前分享的那個 怎麼追人有點像 對,所以專人跟教朋友是一樣的 一樣啊 就比如說你跟人家 欸,像早安啊 或者是挨拶子之後 就是順帶問一件事情 比如說我是櫻花劍 又不能看什麼櫻花 所以他們迷失了啊 之類的 就是接著一些季節的話題 叫對方的時候帶上名字嗎 我 我跟你們說 我昨天跟水去看電影 然後我們進了一間居酒屋 然後他病桌 然後隔壁就很明顯 就是應該是 Date up and no you 出來一個 帥帥有機傷 就是臉不帥 可是一看他就是那種 體面體面 對 很一模Date的感覺 然後另外 我這邊就是一個 眼睛大大 然後頭髮長長 然後穿那種 妳懂 one piece 懂嗎 他們的嘴好像就好乾喔 那個男的不管說 他就說 すごいですね 那男的話聽起來蠻有趣的 可是他可能講了一個什麼 然後那女的就問他說 所以你們家從竹木的帶就開始有在工作欸 我跟水真的是不能再當場笑 我們就會後來說 欸 這句話超妙的 我們人類遠古實際上 第一個女生下完就開始很努力在工作 好嗎 你這是什麼鬼話啊 你自己的那個三觀都這樣子進出 這樣就很無聊很無聊 你們下次出去外面聽一下 他們那個約出來的朋友 還有那種約會的對話 他媽的無聊就爆欸 我其實也常偷聽 然後就覺得他們怎麼可以活得這麼無聊 啊還有 食べ物諾確實 喔 對 就是講說你喜歡吃什麼啊 啊我上次吃了一個什麼啊 就是 我如果要知道 就自己去看食べ物諾就好了嗎 對 奇怪欸 因為日本雷多喔 喔 對啦 他首先政治莫能 然後世界局勢也不太起 然後還有很多人連書也不看 連電影也不看 連卡通也不看 所以你只能跟他说 那你喜欢吃什么蛋糕 那问题是如果是这种人 你就不用跟他当朋友 你跟他当朋友有什么用呢 这么无聊 对 对啊 我可能跟同期很好 可是那就是我们看事情的角度很像 比如说在大头那边发表 我们两个在那边互传 一直像那个弹幕一样 他说说什么鬼话 这个时候说这种话什么什么 这也是太推诿责任的 那样就会变得很清静 对 讨厌人一样的这件事情 很容易成为就是 跟一个人要好的契机这样 但你不能一开始就聊这个 不能一开始就说人家坏话 我是因为跟我同期 你觉得到非常好 你们知道我跟你讲这个 你一定会赞同 那你万一开始就说谁谁谁 万一他是他什么的 你知道他们同事之间秘密交往 特别多 你如果说什么 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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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狗不是他女朋友 对有可能 而且他们其实会有很多开气 就是 就是一个女生他可能会跟 我还没有回家 他会入镜人家 可以啊 赶快我要趁机照他 我还没有回家 行动软件的事 还是没有用 这个我觉得非常有用 去传一些新的事情 对这个真的很有用 兴趣事后一样的话就很容易聊起来嘛 而且就可以避免这样很多雷啊 对 没错 所以就是比如说像 像你是去红酒教室嘛 然后还有Eton的话就是钓鱼 钓鱼就有很多朋友 那我男朋友就是高尔夫 对 高尔夫真的很好 因为高尔夫就是 你在跟那些人去的时候 你们完全不用交心 全部都在讲高尔夫的事情 就好了 对啊 超级适合他们的 然后因为其实像那个啊 冲浪什么也是 因为冲浪你会去冲浪教室嘛 然后通常去的都是住在附近的人 或者是说就是可能都是 就是比较相近的这个社会背景 啊 高尔夫也是 对 对 但因为其实你如果 连这种事情都不去尝试的话 你每天坐在家里 其实就很难运用心的人 没错 就是跟以前的朋友联络看看 因为其实刚刚有提到日本就是 他过了那个人生结果 他可能就不跟那个时候的联络 没错 但你如果去比如说我们留学生好了 然后跟以前的朋友稍微联续一下 其实他们都还是会 对啊 我觉得有跟以前的朋友 对 然后他其实 我其实后来觉得 学生时代的朋友都还是蛮清楚 没错没错 所以就如果你是留学 然后留在这里工作 发生说你成为社会人以后 都没有朋友 你其实可以跟留学的朋友 跟以前留学稍微认识的人 对 稍微联续看看 没错 出爱是要找到的 就很多人就是等在那边啊 什么东西都不做就等在那边 就有聚会就去 对 对 有人约就去 如果你很想要朋友的话 对 所有也不会从天上掉下去 就即使你可能觉得 这个活动不是那么的对盘 因为一开始可能不熟 会觉得好像有点尴尬吧 但其实去 要克服尴尬 去几次就好 因为他们还是比较习惯一大群人 然后慢慢变小群变小群 然后再变一两个人 你没有办法笑想说你一开始就想要跟这一两个人在 对不可能 不可能 像我也是常常跟Kim F 就联络 然后法国人嘛 然后Kim因为他就是真的觉得他都交不到日本的异性朋友 因为他其实是他比较喜欢跟男生当朋友 然后所以他怎么了你知道吗 然后他就去Tinder 结果他们也只能找到同样是留学生 或者是同样是法国人 然后他有遇到 他觉得好像有趣 你怎么可以当朋友 结果发现人家是直学 但如果还是就是不行就对了 他一直被被骗真心这样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不是以后会开发出找朋友的UP一样 有可能 对 留学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嘛 就是我会 他很积他超积极你很厉害 因为我第一个是因为那个是兴趣嘛 就是我本来就是喜欢音乐的 在那个不是就是设盘的 你都每次每次都去 你都每次都去 一直搭话 对 其实我觉得那个要有很强大的心理 常人无法做的 因为他一开始一定不会 他一开始一定不会主动跟你讲话 你一定要主动让他聊 想说你谁这样子 对然后 但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的补救人还不错啊 对啊 就他也有帮你 让你比较顺利 哦 对 社会人的话就是同期嘛 嗯 对就同期 然后因为我们同期人非常的多 所以其实是会有派系的 延休的时候 班人会一直在一起 这个就很好 然后另外女生的话 我们是有四个女生 因为我是会一个人去 BAR 或者是一个人去吃饭 你真的是一个很外向的人 然后 对然后去了之后其实就是 我真的很喜欢在BAR 我觉得日本人会很羡慕你这种性格 因为我很讨厌人家 我很讨厌什么事情都在聊工作的事情 不然就是 就是说他多吗 做得多厉害 这种人很少会在酒肉朋友中出现 因为其实你在BAR那种地方 会有很多高手在那边啊 你在那边 其实只是 立马被集中 曝露自己是一个 蠢蛋 蠢蛋 但是也比较多年长的 所以他可能就是聊一些兴趣 或者是说最近有趣的 对啊 就像这种就是 你就会觉得很自私 你想听你就听 你要搭话你就搭话 你想回家就回家 然后这种 因为都是住附近的 久了之后就会 另外一月出来 这样其实就还蛮好的 好聪明 对啊 因为我本人是一个很内向的 就是我没办法走你这条路 对我知道你没有办法走这条路 我真的太害怕 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去过酒吧 真的吗 所以我都是从 我的朋友完全 完完全全来自生活圈啊 同情里面当然也有合的跟不合的 我合的女生们全部都是 特级对自己有自信的女生 在日本她们都是奇珍异兽 也没有自己特别挑 但是会 就会跟我变好 比较接近 就变成都是这些 然后另外一个同期 她是因为之前我们 部门很近 然后那时候她一直很烦恼 她男朋友的事 对她们其实也是会谈心的 如果你们真的很好 后来其实好了以后 她也是会交信的 对没错 然后就会一直丢一些 针眼给她 然后她就抱着那个针眼 你会丢针眼喔 我都不会丢针眼 我就听完就说了 我针眼王啊 我是针眼王 我在频道也常常给大家针眼啊 欸那些回你们针眼都是我不是她 哈哈 干嘛这样啊 我有时候也会回好不好 我們可以补充一下就是 台灣跟日本交朋友的方向 我比较不一样 第一个就是刚说的那个 见面频度会差很多 唉唷 你这样我那天跟XXX混合嗎 然后她就跟我说 因为她没有Insta 她也没有追她 然后她追她有一个可能 跟她以前那 通密质的 那几个人 然后那个也不能讲太多了 然后她就说 比如说她看完一个电影 或者是她发生什么事情 她最后就只要写在她的memo里面 好可憐喔 怎麼會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 所以他也沒有朋友嗎